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五月份是我们合作社的公平贸易月 共同支持公平交易 用合理的价格守护土地和生产者 这是属于无国界的合作力量 因此我为我们架上的公民贸易香料 设计了一道慢顿红咖喱牛肉 所有的食材跟详细步骤都会在说明里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这边首先带大家看到的我们架上的咖喱粉 有原味跟辣味两种 之前的还有甜味我记得 这是黑胡椒粒补充包 如果你没有研磨罐 你可以先买这一个本身有研磨罐的 之后再买补充包就可以了 还有这一个是白胡椒粉 这都是很基本款 我们在家里料理的时候会用到的香料调味料 这边带大家看一下我在咖喱粉的保存 因为它粉末很细容易吸湿 所以我都会用小玻璃瓶把它装在里面 然后我会把那个标签剪下来贴在你的玻璃罐上面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罐是什么 然后它的保存期限 这边看到我使用的食材有牛番茄 然后还有大蒜红萝卜 还有椰奶 这一罐有机椰奶会在大概是五月中吧 才会加上才会再补齐 前一阵子都缺货 这罐有机椰奶它本身的固形物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会介意可能会有一粒一粒的 你可以先把它打碎再倒下去料理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复杂了 因为我觉得要慢炖的东西其实都无所谓 然后刚才看到还有根筋类 然后我还有加这一个姜黄粉 这个季节啊吃一点姜黄啊对身体还蛮不错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料理里面 还有这个秘密武器花生粉 我们在做很多辣物的时候啊都会加花生粉进去 对那花生粉呢买完回来啊 你就把它放在冷冻里保存就可以了 这边看到要做慢炖料理 所以我们的食材不用切得很细很小 大块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要下去炖的 再带大家看一下蒜头 记得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大蒜的皮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可是通常我们都会把有营养的东西切掉去掉 在炖料理啊炖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整颗大蒜连皮一起放下去炖 因为这没有什么口感的问题 它就是会融在里面 有一个步骤我觉得其实可以微调一下 就是把大蒜跟洋葱放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的牛腱肉放下去了 我加了咖喱粉两种我都有 我比较着重在腊味 所以腊味会加的比较多一点 还有姜黄粉 姜黄它是止溶性的 所以你要有一点油给它 它的营养反而会更好吸收 再倒花生粉 还有牛番茄 牛番茄在这里啊 一来是因为盛产很多 再来就是其实番茄有起红素 你一起下去炖的时候 你整锅料理的营养成分又会更多 还有芹菜跟红辣椒一条 我没有吃的很辣 所以我大概放一条红辣椒 然后把水加满我就下去炖 我炖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吧 我就开盖 再把椰奶倒下去 我本来是想要倒半罐就好 可是因为觉得每次剩下那一半 冰在冰箱可能每次都会放到坏掉 所以我干脆一次就一整罐下 这边还有另外带到一个新的就是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西班牙烟熏红椒粉 因为你在做这样的料理的时候 有红椒粉它的味道的确会不一样 不过这是我自己的 先跟大家讲一下 合作社目前没有 让它大概再煮个10分钟 咖喱类的料理啊 如果你把它冰在冰箱 隔个一天两天再吃 它的味道都会更浓郁 好啰 这道料理大家试试看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